路面汪洋一片 深色轿车来不及一车 整部车几乎都泡在水里 严重向右倾斜 一边轮胎全被淹没 车署见到这情况也束手无策 那次外地车他不了解路况 我们帮不上忙因为水太深了 眼看爱车泡水心都碎了 水太深附近工厂对勾机也帮不上忙 高雄直观的新一路一向未处低蛙 28号上午间歇性强降雨 使得路面一下淹起来 咽到膝盖 命中撩起库管涉水通过 警方也紧急到场封锁路段 禁止人车通行 同样在高雄 男子被眼前的一幕吓坏 瞬间雷击打在电梗上 天空中爆出火光 还伴随巨大的打雷声 这一集附近区域瞬间全岸 总共有300多维度停电 这些意外发生在湖内区 累积导致负载起断开关受损 台电人员冒雨修复电力 花费大约一小时全束缚电 还以为是水管爆了 火锅店员工一上班吓傻 店内滴滴答答 整个用餐区全湿 沙发餐桌到处都是水 地面积水咽到脚踝 市区的这间火锅店也是受在乎之一 但后来厘清原因 原来是窗户没关好 火锅店紧急贴出公告 暂停营业一天 工作人员家警清理 受到方面影响 南部地区下起好雨 高雄也在涵盖范围内 路面淹起来车辆泡水 累积还导致停电 就连火锅店也被这大雨影响 少转一天 当时前一文章自嫌 唐辉恒在高雄报道